今天晚餐三个菜,美极卷心菜,烟熏手撕鸡腿,柠檬五股鸡爪,炒个卷心菜很快,放点大蒜,大葱与虾米爆香,再放入用手撕的卷心菜,硬梗用刀拍碎或者切薄片,一起翻炒三分钟,盖上盖子焖两分钟,开盖就可以关火接着调味了,加入一点盐,一勺生抽,一点糖,一点花椒油,搅拌均匀。 起锅了,味道好极了,我叫它美极卷心菜,烟熏鸡腿在超市买现成的,冷的时候用手撕开,隔水蒸一下再吃比较卫生。 最后一个菜是今天在中国街上买的柠檬五股鸡爪,两万韩币五百克,折合人民币110元,我们买了半斤,回来一看里面的大蒜与辣椒好多啊。 老公安慰说,这些也能吃的,把我逗乐了。 谢谢观看,支持凯特CAPE在韩国Vlog哦,下次见。